城館被警察捕打 坐在地上哭得淒涼 日本7.6級地震 9人受傷 暫時無人遇難 哈馬斯發動火箭炮襲擊 全部被以色列鐵窮攔截 何解中共推遲三國峰會 與美中軍事對話? 北約前司令說 中共十年內無法與美國開戰 中共央行同意 支付寶貞更為無實際控制人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1月2日星期二 新的一年開始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順順利利 平平安安 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先帶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的產品 三高代謝寶 在每一瓶三高代謝寶裏 穩藏著千年的智慧 和自然的穩律 這樣不僅是一款產品 更是一段文化的承傳 一種生活的藝術 原來自深厚的道家理念 我們是人體 唯一一個自我調節 和療癒的小宇宙 三高代謝寶 就是這種古老智慧 和現代科學完美結合的結晶 正心挑選每一種天然成分 以秦古法 致力於喚醒身體的治癒力量 在新的一年裏 三高代謝寶 帶你開啟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 想了解詳情 請瀏覽健康520官方網站 12月31日 網上熱傳一段大陸影片 引發網友也叫好 起因是大陸某地 一名城管毆打賽事長阿伊 有人報警後 一班警察趕到現場 這名城管當場向警察叫囂 並且和一名警察發生推撞 周圍警察立即圍上來 被推撞的警察表現得很克制 叫同事不要圍上來 才和這名城管講道理 但是很明顯 這名城管平時橫行霸道慣 可能覺得警察不敢把他點 依然出言不信 然後警察就叫周圍群眾散開 並退後 接著拿出警棍 結果這名城管竟然發火 大聲叫警察來打他 並且用手 直接指著拿警棍的警察心口 結果其他警察一擁二想 將他制服地在地上磨擦 他被手扣反鎖雙手 坐在地上 不停地罵 周圍圍觀的人只是看熱鬧 還有些拍影片 疑似一些民眾還說好 不知道這個城管是糊塗 還是真的沒有常識 說警察打警察 把自己都當做警察 這個城管見沒有人理他 就大聲哭說不想做人 中國亂了 有人說 難怪城管這麼囂張 一直把自己當做警察 以為城管真是可以為所欲為 更多人認為是狗咬狗骨 有人嘲笑那個城管說 自己被打就把事件升級為中國亂了 活該 不過有人認為 由現行質素來看 這個城管是個臨時工 滿嘴污衛 遇到事件爭論的時候 毫無邏輯 已懂得橫衝直撞 警察一看現行質素 應該是正規矩 而且入職沒多久 仍然有初期培訓時候 那一份保家衛國 為民服務的情懷 警察力壓臨時工城管 年輕警察這一團火 很快就可能被現實臨色 也有人認為 本來警察不想生事 這個城管屢次上前挑釁 扮英勇 雙手臂扣著 還向群眾客說委屈 難道城管在群眾心目中 是什麼形象 還不清楚 時事評論人士橫河 曾經向新唐人表示 小販見到城管 經常被趕到雞飛狗走 而城管就是作為統治階層 最基層的打手 無論城管的出身是怎樣 無論他的社會階層是怎樣 他作為整個系統階層的一部分 是迫害老百姓 那是這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就算你自己也是老百姓 這個國家機器 用你做工具去迫害老百姓 將來要處理的時候 將來要法律追究的時候 那時就要把城管作為打手來處理 1月1日 日本福島縣附近海域 發生黎克特製7.6級地震 當局發出海嘯警報 地震造成至少9人受傷 暫時沒有有人遇難報告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 石川縣倫島市消防部門 收到至少30宗建築物倒塌的報告 當局警告未來一個星期 特別是兩三天之內 更可能發生7級地震 網友驚嘆日本的防震技術和流程 社交平台X帳號東京溫哥說 新年第一日 日本7.6級地震 微博上又是一片沸騰 熱手應該加上一條 截至目前 遇難人數是零 震源中心地區 一些舊式木造房屋有倒塌 中國央視CCTV13頻道 也大肆報導日本地震 不過彈幕就有不少幸災樂禍的留言 也有人質問 也沒有人死亡嗎? 而東京溫哥說 小粉紅如果知道最終數據 一定會很失望 哈馬斯新年向以色列發動火箭炮攻勢 導致該國中部地區 午夜警鐘大響 不過未有人員傷亡 據悉是以色列鐵窮防空系統的功勞 綜合以色列時報和發生社報道 以色列的特拉維夫 斯黛羅特和部分中部地區 是哈馬斯襲擊對象 以色列防空系統成功攔截 尤加沙地區發射的這些火箭炮 當時聚集在街上慶祝隨夕夜的人 紛紛避難 哈馬斯輝下的武裝派別卡桑女 對IQB聲稱對這兩宗襲擊事件負責 以色列國防軍IDF 在社交平台X發文 哈馬斯決定 以向以色列發射一系列火箭炮的方式 開啟2024年 來諷刺新的一年 依然是同樣的哈馬斯恐怖行動 而據ABC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表示 以下之間的戰爭 預計將會持續到2024年一整年 以色列軍方正在調整加沙各地區的戰鬥方式 盡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派遣部隊執行任務 隨著2024年的來臨 為了完成戰爭目標 必須展開長期的戰鬥 以色列方面已經做好相應的準備 以色列在加沙的部隊 將會進行智慧管理 准許後備人員回家 來協助經濟提升 並被現役軍人接受訓練 成為指揮官 為了令軍隊能夠忍受未來的漫漫長路 這些調整都是必要的 以下戰爭衝突 使法國這個歐洲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國家 面臨恐怖襲擊的風險家劇 政府因此在全國家強部署9萬名警力 全國各地處於嚴密監視下 並將首次使用無人機作為反恐利器 以防恐怖襲擊事件 法國共和黨秘書長西奧提要求內政部 禁止在鄉借大道 舉行支持哈馬斯的集會 這代表會擾亂群眾秩序 巴黎警察局長努涅茲就宣布 鄉借大道已經禁止抗議示威撥動 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表示 跨年期間恐怖風險非常高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的形勢 目前法國已經處於緊急攻擊狀態 這是警戒計劃的最高級別 跨年夜預計會有150萬人 聚集在巴黎慶祝狂歡 是去年的兩倍 其中將會有70萬至100萬遊客 到鄉借大道 看海船門的新年倒數計時 因此執法部門 將會建立一個非常大範圍的反恐過濾 和搜查系統 巴黎八區鄉借大道附近的大片區域 將會禁止汽車通行和停泊 南韓《中央日報》12月28日 由南韓的外交消息人士獲釋 中共向南韓表示 想要將中日韓首腦會議 推遲到2024年3月兩會後再舉行 聯賽要將注意力放在台灣選情方面 29日美國國防部宣布 將會在2024年1月恢復和中共的軍事對話系統 但專家說 關鍵在於中美兩國的軍事會談 能不能撐過1月13日的台灣總統大選 今次三國峰會的輪值主席國是南韓 按照原本計劃 南韓想在2023年年內舉行三國首腦會議 但由於中方的要求可能要再被推遲一段時間 屆時南韓總統韻錫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中共總理李強將會出席會議 熟悉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議協商情況的 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 中方的立場是 預計在1月13日舉行的台灣領導人選舉結束後 接下來的一兩個月 就要集中管理台灣地區相關情況 以這個理由 想在2024年兩會之後 舉行韓日中三國首腦會議 中共在12月29日確定了兩會時間 全國政協14屆二次會議 將會在2023年3月4日在北京召開 而14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將會在2024年3月5日在北京召開 日本共同社報導說 岸田文雄正在初商2024年3月初 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方案 據預計 日方可能根據上半年首相的訪美日程 利協調韓日中首腦會議的日程 此外 12月29日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 會繼續調整國防部長奧斯丁 和中共新任國防部長董軍進行對話的時間表 在2023年11月的拜習會 兩國共同決議 要重啟雙方的軍事對話協議 而美方正在努力恢復雙方國防部長之間的對話渠道 中共在29日任命解放軍海軍上將董軍 為新任國防部長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 將會計劃在1月舉行國防政策協調會談 並且計劃在2024年初舉行海上安全初商機制 而華府致富國防重點的亞洲接觸項目主任金斯丁表示 那是否有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 就要看這些脆弱的對話 能否撐過1月13日台灣總統大選的風暴 北京政府試圖將處理台灣問題 和處理美國問題這兩件事分開 企圖向美國傳達 中方無意與美國對抗 但是就並不影響中共繼續在國際上 對台灣施壓、脅迫 甚至入侵台灣的決定 台灣民進黨表示 只有台灣人民自己才能決定台灣的未來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指責 中共政府試圖通過網絡攻擊干預台灣選舉 北約前歐洲盟軍最高司令 斯塔夫·里迪斯 27日在邁克爾《梅迪維蘇》節目表示 中共在大約10年內 還未準備好以成熟的方式對抗美國 斯塔夫·里迪斯曾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 擔任北約最高指揮官 而在之前的2006年至2009年 他擔任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 負責監督拉丁美洲的軍事行動 2021年斯塔夫·里迪斯 和美國前海軍陸戰隊軍官 阿赫曼曾合著了一本書 名為《2023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 虛構地描述了中美之間 因為南海問題發生的戰爭 當主持人梅德維問中美戰爭 是否會在2034年之前爆發的時候 斯塔夫·里迪斯表示 即使中共正在建設一支龐大艦隊 但他們還未準備好 對抗美國太平洋艦隊所需要的一切 據美國海軍研究所2021年的一份報告 中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 但斯塔夫·里迪斯認為 如果美國最終與中共發生戰爭 這樣受影響的 將會不僅是美國和中國 還有加入這類軍事行動的條約盟友 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澳洲和紐西蘭 所以當這些國家聯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產生很大的火力 雖然美國海軍艦艦數量不是最多 但美國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 美國海軍擁有多種類型 戰力均衡的軍艦和潛艇 以及11個引以為傲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在艦艦數量來看 中國擁有數量最龐大的海軍艦隊 其次是俄羅斯和北韓 美國排名第四 不過艦艦數量本身 並不能完全反映實力 因為海軍艦艦的尺寸、品質和能力 可能相差很遠 一艘福特級航空母艦 就超過十幾艘冷戰時期的蘇聯驅逐艦 美國處於不可超越的領先地位 擁有強大的艦隊 其中很多艦艇噸位數 達到幾萬噸 美國艦隊的規模 超過了排在他後面的 13個國家海軍的總和 斯塔夫里迪斯還表示 美國和他的盟友有十年時間 為可能和中國發生戰爭做好準備 由於美國和地區盟友在台灣海峽 以及南海等敏感水域的軍事活動 中美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中共聲稱對台灣海峽 和南海其餘大部分地區擁有主權 違反了國際海事法和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觀點 近日中共央行公告 同意支付寶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 引發市場關注 12月29日 恆生電子、國泰產險兩家公司 也分別發出公告 由於螞蟻集團的主要股東投票權結構 變更已經完成 螞蟻集團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 作為它的關聯公司 恆生電子和國泰產險 更變為無實際控制人 螞蟻集團說 目前已經履行完全相關程序 並完成交割 據中共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 無實際控制人意味著 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分散 沒有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東 沒有實際支配公司股份表決權 超過30%的情形 單個董事、高級管理人 無法支配公司重大財務和經營決策等 支付寶在2004年成立 目前螞蟻科技集團 持有支付寶百分百股份 1月螞蟻集團公布說 集團計劃在董事會和股東層面 採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引入更多獨立董事 調整主要股東投票權結構 推動股東投票權更加分散等 由馬雲和其一指行動人 共同行使股份表決權 到包括螞蟻集團管理層、員工代表、 和創辦人馬雲在內的10名個人 分別獨立行使股份表決權 調整完成後 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股東 單一或共同控制螞蟻集團的情形 支付寶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 引發市場極大關注 微博大V司馬三記發佈文說 如果該機構的股權過於分散 沒有任何一個股東的股權份額 能夠決定股東會的表決結果 這樣這個企業就成為無實際控制人的企業 這間企業的股東大會 就必須通過全體股東的表決 選舉出董事會 對於目前的支付寶來說 董事會的選舉結果就顯然異見了 在股東成員裡 當然有國資背景的股東 雖然他的股權不足以決定股東會的表決結果 但是對於大多數股東來說 你們應該選誰 那還不清楚嗎 不能再仔細說了 要撐住 微博大V李軒豪論事說 十年前馬雲曾經說過 如果國家有需要 支付寶隨時送給國家 再於29日 央行同意支付寶更變為無實際控制人 那真是一語成參 馬雲也算是完成了歷史使命 微博大V互聯網證明 按照常理 似乎不可能找不到回答這種問題 所以知道不說是大致若語 有網友說 有一種無奈的躺平 叫支付寶這樣的躺平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請記得按照這邊 請按照 按照 按照 按照